之前我们也提过,我们会有些特别节目,讲英国一些事,包括移民,地产各方面 今天有一个比较热的题目,就是白鸣汉破产 今天很高兴请到Bimi的老朋友Nikolas Nikolas先介绍一下背景,他之前在香港英资老牌上市公司,做一些高层的管理人员 他在2017年去了英国的曼徹斯特生活,在当地也相当厉害,是一个太平新市 也在司法部的部门做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也在保守党的党员,也代表保守党选过一个区议员 所以他和政府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所以希望给观众了解多些英国的各方面的私政 或者是当地的生活,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去了解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就是白鸣汉破产的问题 对于香港人,因为近年移民比较多些都去了英国 但是会不会影响他当地的福利或者一些公共服务 甚至会不会加税就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好的移民地方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突然间白鸣汉他要宣布破产 这个就是根据在1988年的local government 它那个关于财务方面的条例呢 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呢 当它知道那个budget 即是说它的收入不能够去和它已经commit了的支出 来到双配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serve这条,叫Section 114 第114条 这个地方政府呢,它的收入有三个方面的 第一就是英国的中央政府撥款给它 第二就是当地的council tax 什么叫council tax呢? 你在那里住一间屋 不论你是业主也好你自己住 如果你租给人家的租客 它都要给council tax的 第三个income source就是说 有些当地的收的钱 譬如很简单的说 就是说你去停车街边 那你没有入标是吧? 那些都是当地的council呢 它那个收取的income 好了,而当这个income 和他所要给的钱 什么是他给的钱呢? 例如呢 它要安排你倒垃圾的费用 第二呢,那些路里面 就是比如去游泳的,去健身的呢 好了,那这些呢 都是他commit 要给当地市民的使用 大概是他的洗费 第二件事呢 可能你会问的就是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为什么收的钱是不够用的呢? 原因呢,我们回到2012年 那时候呢 英国的supreme court 就下了一个judgment 就是说 百名汉呢 他们在男女平等 同身同酬方面呢 是有问题 就是说呢 为什么那些女性 和男性员工 做同一样的事情 但是工作一样 但是他们那个升迁机会 和他的收入呢 是比男性是少的 好了,那到2012年 有一个judgment出来呢 所以呢 百名汉政府呢 要开始赔了 在那时候呢 到现在都已经赔了 11亿英镑的了 但是 还是outstanding的呢 大概有7.6亿要赔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bankrupt的破产呢 就是对大家的市民 假使你住在Birmingham的 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有几方面的 第一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 现在在英国呢 基本上呢 是一个星期呢 来到 帮你清一次垃圾的 那有影响的呢 我猜一下 我猜呢 可能呢 将来的收垃圾方面呢 就会 久了啦 你在一条街上 你看到 旁边的那些 雙黄线 掉色了 游回去啦 遲些才游啦 那就是 等等这些 这样的 生活上的事情呢 会有影响 但是呢 我很相信呢 有些必需要的事情呢 是没有影响的 例如呢 就是说 连老人呢 或者有需要的人呢 那些的 support呢 以致到 譬如说 消防啊 警察啊 那些这样的support呢 应该不会受到 什麽的大影响的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呢 council tax呢 应该有机会呢 会加的了 市民在这方面的负担呢 就应该会 会多了的了 那 这个就是我想到一些的 最大的影响 那以致到 好 刚才Jojo说的 如果一些的 香港人 我们移民到 巴明漢 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 以一个新移民来说呢 你们所享受的福利 包括 你们给了钱 去买了的医疗的 NHS的福利呢 以致到呢 那些小孩 讀書 讀小学 讀中学福利呢 这些呢 都不会有影响的 全英国其他council的破产 巴明漢 它不是第一次 也都不是最后一次 即使说呢 在巴明漢之前呢 有很多的council 已经破过产 跟着又康复了 那之后呢 也都一定会有其他的council 會破产 跟着又康复了 所以这个呢 就不需要担心 不会因为巴明漢 它这个所谓破产的事呢 对屋价有什么大影响呢 那刚才讲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利息高哦 那么少些人会买房子 其实这个呢 对香港的移民呢 的关系影响更加少 大部分的香港过来的移民呢 都是给full cash 百分之一百 给了钱呢 去买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利息高与低 基本上 对你 只有好影响 按照你这样讲 如果这样 其实本身呢 白鸣漢这件事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 一定要出到这个 Session 114 他才可以就 叫做加税没有限額 甚至曾经就向政府 再申请一个补贴 就拒絕了的了 那其实是不是一定有 出了这个 Session 114呢 其实他才可以做到 这个事情呢 是的 但是呢 他用到Session 114呢 基本上 这次对他都不会 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解决方法呢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呢 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呢 就会参加在里面的了 其实呢 就照你这样讲 因为本身呢 就是其实其他的 这些市场呢 都曾经破产了 那我看过 2018年之后呢 其实都有 整个五个市场呢 就被 Berington再先破产了的 那其实本身呢 或者他们是 做了一些什么的措施呢 其实是挽救回那些市场呢 还是其实到现在 那一刻 那五个市场呢 都还没有救回呢 他们将一些的 非必要的开支呢 把它剪掉了 其实都是很简单 折楼和开源呢 那我又听过呢 就说有些的开源办法呢 甚至乎 可能邱明咸那边呢 直接买一些的历史建筑物 那你觉得这些方法 又可不可行呢 或者会不会都是被人反对比较大的呢 卖地啊 卖历史建筑物啊 这些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那但是要这么说呢 这些是可行 但是你卖出去 是不是一定有人买呢 那所以变成这样东西呢 不确定性 就跟刚才我讲的那些 要花的钱 变成这些可以是说 一些一定能收到的钱 喂Nicolas 有一样东西我真的想问 你知道啊 就是说移民的话呢 家长最关心就是教育的啦 是不是呢 每一个家长 包括我自己都是啦 那最近可以听到的消息哦 那部部长说有一个学校呢 刚刚一开学 就是close down 就因为说楼子发现是危楼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呢 还有究竟那个影响是怎样呢 大概1950年之后呢 直到90年这段时间呢 在英国呢 它是用很多一些的运营土呢 来到去建一些的楼 特別呢 我们讲的是一些公共的设施 那那些的运营土呢 其实它不是那么坚固 这些建筑物的一个部分呢 在建的时候呢 它是预计呢 会是可以last 30到40年 嗯 好了 那如果你算回那时候到现在呢 其实远远呢 是过了那个的限期 但是呢 似乎在现在对上去之前呢 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 也都是政治问题 如果你要看回 在这几年 在Boris Johnson的年代 到现在呢 英国是换了七个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教育大臣 OK 那就变成了一件事 它们没有去concern 关于 为什么学校会想天花这个问题 近一年多呢 才开始有一个study 就是全国的学校 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现在有一部分的学校呢 就因为有这样的难题呢 所以呢 它就将它封校 这个封校的决定呢 基本上呢 是在临开学之前两三天 才提出来的 那你想一下 你是学校的校长 你临时临急 你怎么搞呢 这件事情 不是昨天才发生的 为什么 如果你要觉得有问题 你不提出来呢 还有为什么 你在这个暑假 过几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学生 没有老师 上学的时间去做那个维修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 那天那个教育的大臣 那个女人Gillian 她在ITV访问的时候呢 她很生气 甚至没有呢 她访问完了 但是那个镜头还没关掉的时候呢 她讲了粗口 但是这个粗口是全世界听见的 就是因为她只是做了几个月 她做了几个月 她跟进了一件事 但是之前这几年里面 有些都是叫做教育的大臣 那七位仁兄仁姐 为什么没有人去跟他们追究呢 那当然呢 如果你看回来 那最上的那七人 有些只是做了两天 那张椅子都没有坐暖 但是无论如何 都是叫做了教育大臣 所以这个就是菲米所说的 为什么 那些人Gillian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听你这么说 都是越来越复杂的 因为始终就 快要有大选了 所以可能 未来的那个竞争 或者这些政治的因素 会更加斗得白烈化 那当然啦 就先菲米这么说 其实真的我们都 如果作为家长 其实都很关心那些学校的问题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都很感谢 Nicholas 上来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分享这个 百明看破产的事件 那当然啦 如果你说 观众觉得我们的节目好的 或者未来想了解多些 当地一些教育 或者学校的一些问题 或者甚至乎地产的 那我们都会陆续希望 多些可以请到 Nicholas 上来我们的节目 现在英国 对于香港来说 过去几年真的 越来越有急运 那我三年前 我都特地去过 所以实际上真的会吸引人 我想 变成了对英国 希望多些理解的 我们的朋友 或者我们这个台的支持者 都是会继续关注的 希望 Nicholas可以继续 好 寻找多些资讯给我们 好吗? 多谢你今天抽的时间 来我们这个节目 给我们这么多的意见 放心吧 最后一句就是 我们讲话就不用戴头盔的 但是今时今日呢 如果你的小孩在英国那里上学 就要戴头盔了